和西方哲学不同 马克思主义哲学 反对这样看待哲学和现实世界关系 他既反对把哲学看作是与现实世界无关的世界 也反对把哲学和现实世界对立起来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 哲学只有深入到现实世界当中 与现实世界发生联系才是有意义的 在现实的关系当中 哲学的确是现实世界的理性 但是哲学是在经过现实世界的批判和阳气当中才建立起来的 也就是说是在现实世界当中实现的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 哲学和现实世界都是不完善的 都是批判的对象 那也就是说不是说哲学是绝对的 绝对完美的 哲学也有它的这个缺陷 哲学的缺陷是要在现实世界当中得到阳气 然后才能走向自身的完善 走向世界的完善 那么这样也就是说哲学和现实世界 它始终保持着一种矛盾 保持着一种矛盾 这个观点其实是马克思提出来的 我们可以看一看马克思 他是怎么讲的 这个马克思在这个地方 他讲了 实际上他在包括他和当时早期卢格的菲尔巴 很多通信当中他都有 但是我们则他两个最经典的 一个就是他在博士论文里面提出来的 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 他讲这个观点主要是指的鲍威尔的哲学 那么鲍威尔的哲学他在讲的时候 他因为强调了哲学是绝对的 是完美的 世界是有缺陷的 所以他要求了世界走向哲学 所以他提出世界哲学化 就是说你这个世界是需要批判的 是缺乏自我意识的 那么你只有走向哲学 你才能使这个现成的世界达到一种完美 达到一种完美 所以他就提出了世界的哲学化 那么马克思针对他的这样一个说法 就提出来了 就是说世界的哲学化 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 他就认为什么呢 你世界是不完美的 哲学也是不完美的 世界要在哲学当中找寻他的真理 扬起自己的这样一个缺陷 同样的哲学也应该在自己的 也应该在现实世界当中去找到看到自己的缺陷 去实现自己走向这样一种完美 那么这样一个话呢 实际上马克思啊 他在讲的是什么 他是从人的自我意识 能得意志的实现 这样一个角度来讲的 讲的这个现实世界是什么意思啊 这讲的世界是什么意思 他指的是能得自我意识 能得意志之外的存在 那么人的自我意识 能得自我意外的存在呢 他既包括人的世界 同时也包括自然界 包括天体 包括天体 这他讲的是什么 就是要建立能的自我意识 建立能得自我的 他的意志 能得自我意志 他认为这一点呢 是哲学实现自身的一个最重要的前提 也是政治批判 宗教批判的前提 如果说你能没有自我意识 你在一个现成世界当中 大家都没有一个自我意识 我们就不知道我们的未来该往哪儿去 我们从何着手 所以能要改变现成世界 首先他要自导 我自己是什么 我自己要做什么 那么这个呢 是由自我意识来确定的 自我意识来确定的 所以马克思认为啊 哲学啊 解决自我意识的问题呢 是哲学的第一问题 这个问题啊 对现实的批判啊 也是现实批判的一个前提性问题 如果哲学 我们总在说 哲学它对现实世界起什么作用 哲学不是能说 它直接的去改造现实世界 或者是对现实世界发挥作用 因为那是经济学家的事情 是政治学家的事情 它不是哲学家的事情 哲学家就要告诉你 你怎么去改造它 我给你的自我意识 要你有一个明确的 关于未来的这样一个 一个就是说 一个可操作性的 一个明确的这样一个自我意识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马克思啊 他是讲到这个 通过这个世界 对这个自我意识的这样一个确立啊 就强调 他说 但是马克思就说 这个自我意识从哪来的 他不是从能的绝对精神里面封闭来的 而是从这个现实世界里面抽象出来的 同时在在现实世界当中 在凉弃自己的缺陷 从这个缺陷当中确立起来的 这是马克思强调 哲学和现实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 这样一个关系 第179号的社论里面 讲到这个话呢 大家呢 可能学哲学的都有所熟悉 就说 马克思就说啊 他说这个任何真正的哲学 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 因此 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 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 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 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 并相互作用 那时哲学不再是 同其他各特定体系相对的特定体系 而是面对世界的一般哲学 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 各种外部表现证明 哲学正活得这样的意义 哲学正变成文化的活的灵魂 哲学正在世界化 而世界正在哲学化 那么这个我们可以看一看 他和这个上一次 上一个就是说在博士论文 因为这个已经是 马克思在1843年 就是说到了莱茵报 这个工作以后提出来的 这个他就有了一个更确定的含义 如果那个在这个博士论文里面 他讲强调的是一个自我意识的问题 那么在这个地方 他的世界明确的指的是 现成的文化和政治环境 包括对宗教和艺术其他的这个文化形态的问题 文化形态的问题 所以这样呢 马克思是把哲学和现实世界的关系 变成了哲学和宗教 政治 经济等各种文化形式的关系 强调呢 就是说哲学和现实世界的关系 就是说一方面呢 他要改变哲学和现实世界关系 就是说哲学不再是作为一种主观的意志 是我意识和现实世界相对立 而是作为一种现实的文化体系和其他的文化体系 发生现实的联系 他说在这儿呢 这样呢 就是说哲学和现实世界之间 就建立了一个更为广阔和复杂的关系 更为广阔和复杂的关系 那么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呢 他要求哲学打破这个自我封闭的概念体系 进入人们的政治 经济 文化生活 成为人们现实的理性 那么这个思想呢 可以说在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那儿呢 得到了一种 得到了发展 也就是说通过这个讨论理论和实践的关系的形式 不断地提出来讨论 就是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是什么样 以这样一个形式呢 形成了这个 就是说不同的哲学家 对这个理论和实践关系的解答不同 然后形成了他们对哲学和现实生活的看法 也决定了他们对马克思哲学本质的一种散发 本质的散发 比方我们举一个举一个例子 就说这个 同样是讲理论和实践的关系 但是在东方 在这个特别在中国马克思主义那儿 他理解的为一种论识论的关系 但是呢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儿 比方说在赫赫海默 赫赫海默那儿 他强调什么 就强调这个实践呢 它具有一种本体论的意义 就是具有本体论的意义 所以呢 他们把实践就认为 就提出来实践本身是理论的 他应该是说 实践本身就是这个 和理论是一种总体性的联系 这种总体性联系呢 就表明了实践要推翻 实践作为一种方式 它要推翻以往的 那种把实践非哲学化的这样一种理解 对哲学非实践化的理解 因为以前你在讲 哲学和实践关系的时候 理论关系的时候 你是认为理性是 理论是哲学的 实践呢 是非哲学的 所以呢 理论对实践具有改造作用 那也就说实践呢 是一个非哲学的意义 但是呢 西方马克思主义提出来的 从赫赫海默 包括这个格兰西 他们都认为的 实践本身就应该是本体 只有这个 这样的马克思哲学啊 就是说这样的 他的理论呢 就不仅仅是一种科学理性的 而应该是一种实践理性 这种实践理性呢 它是一种历史本体 它是一种历史本体 这样他就把马克思哲学啊 从对他的科学的解释 转向了对历史本体的一个研究 历史本体的研究 这样他就形成了 马克思哲学的不同传统 所以马克思哲学的 这样一个指的世界和这个现成世界和这个哲学和现实世界的这样一个关系当中啊就形成了自己的这样一个思维方式 如果我们从思维方式的角度来看呢 可以说它是表现为什么一种这个矛盾性的思维 所以从马克思的这样一个对这样一个决定方式 马克思哲学强调的哲学和现实世界的关系当中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的两个特点 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呢 就是它的繁体系化的特点 这种繁体系化的特点呢 它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呢 是在这个思维的结构上 思维的结构上 它强调哲学和现实世界的矛盾关系 就是西方哲学家 他们在讲哲学和现实世界的关系的时候 强调这个哲学的绝对性 绝对化 它的这个完美完善 这样一些特点的时候 它实际上是什么 是你求寻找哲学的同一性 要求它的体系是完整的 体系是完整的 和现成世界是不矛盾的 是不矛盾的 即使黑格尔讲了 哲学和现实世界之间有矛盾 那么它也是什么 一种工具 一种工具 或者说它是一个中介 哲学的最终要达到一种体系的自我完美 自我完美 所以呢 最终的这个体系化 使它是扬起了现实世界 然后走向了自我的完善 但是在马克思那儿呢 哲学和现实世界矛盾关系 它是始终存在的 它是始终存在的 因为哲学要不断地在现成世界的 现成世界当中 发现自己的缺陷 通过克服自己的缺陷而走向完美 这是一个无止境的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哲学和现实世界的这样一个关系呢 也就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关系 同时呢 也是哲学啊 不断地向现实世界的一种开放性的关系 开放性的关系 这就是马克思这个强调在思维的结构上 可以说 它是把哲学和现实世界的矛盾关系 看作是一种存在 看作是一种存在 就是它看作是一种存在 而不是一种工具 不是说我仅仅是一种中介 而是说它是一种本身的这样一个存在 这是它的这个第一个 就是说反体系化的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呢 在哲学的表达方式上 它采取了一种非概念化 知识化的表达方式 采取了一种啊 非概念化和知识化的表达方式 这个西方哲学在这个哲学的表达上 它很注重概念 你们在 就是你们在学西方哲学 它一个概念到一个概念 比方说黑格尔哲学 它最初的这个有 然后怎么到无 怎么到这样 就是它一 它就是一个概念 接着一个概念的这样一个分析 什么是水 然后这个水是什么 然后一点点的分析 但是马克思哲学呢 因为它的思维方式是强调哲学和现实世界矛盾 突出这个哲学的时代性 它的开放性 所以它在这个研究的问题表输方式上呢 它是一种对问题的研究和叙述 它是为老的哲学问题而展开的 所以这也是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注意的 很多人还可能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觉得没有像西方哲学那么 就是说像一个做数学公式一样的这个概念 一个一个推一个一推 觉得在这个思想的领域里面很有很有意义 但是一到了马克思哲学呢 就找不到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什么东西了 你怎么没有概念的表述呢 像马克思哲学呢 它是通过问题来表述的 正是这样一个问题的表述 使它的哲学具有了历史特点 有了一个阶段性的这样一个变化 所以你要理解马克思哲学 就要看它是怎么提出问题的 怎么去分析这个问题 然后形成自己的这样一个思想的 来表达自己的思想 所以这是一种问题的这样一种表达 这是它的这个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呢 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啊 它的开放性呢 它是对各门科学开放 这个西方哲学 比方说这个黑格尔哲学 我们知道它一个特点 它在写哲学史的时候 强调哲学的类似 那么哲学的类似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它是这个人的辩证思维 也就是理性的自我实现的这样一个历史 所以这个理性之外的东西 之外的学科 包括这个自然科学 政治经济学 历史学 人类学 以及这个政治学 宗教学 所有都被排除在这个哲学领域之外 哲学领域之外 但是呢 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呢 它刚好就是要从这样一些不同的学科当中 从和这些学科的内在联系当中去发现哲学的东西 这是一个方面啊 同时它也要通过这些学科来表达哲学的东西 表达它的哲学思想 所以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啊 它在如果说这个西方哲学家在建构它的哲学体系的时候 它是把这些学科呢 全部都当做一种外史来处理的话 就不深入到这些学科当中去进行研究 那么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呢 却把这些学科啊 全部当做哲学的现实基础 当做哲学的现实基础 不仅吸收这些学科的成果 而且把这些学科作为哲学的直接的内容 直接内容 认为哲学不应该到其他的学科 就是说不应该到哲学学科之外 去寻找自己的这个研究对象 而应该以一种哲学的方式 用一种哲学的方式来研究这些学科的问题 也就是说呢 哲学的理性呢 应该通过这些学科 把去这些学科的背后隐藏的东西 把它揭示出来 叙述出来 那么形成自己的这样一个新的这个哲学问题和哲学世界 这一点呢实际上啊 我们可以看 就是说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其实我们后面讲 我们讲资本任的时候经常讲到的 马克思在资本任的这个德文版的序言里面呢 他就曾经说过 他说这个 这个德国的这个政治经济学啊 他的原创性呢 是英国啊 是英国 那么英国人呢 他很看重这个 注重经验和实验的研究 所以他在这个领域里面 是非常有原创性的 这个德国啊 要说研究政治经济学 他是绝对不可能超过这个英国的 他没有这样一个气质 因为德国人他喜欢抽象 所以他没有 他没有办法去超越它 但是呢 德国人并不是说 在政治经济学领域是毫无作为的 他的作为在什么地方呢 他可以把 通过这个政治经济学啊 把它改造成一门新的哲学 就是说他同样的把经济学 变成一门哲学来进行研究 使他成为一种新的哲学 来更新德国的哲学 马克思自己做的就是这个工作 政治经济学在他那儿 他可能很不专业 很不专业 但是呢 当他把它运用到哲学的时候 他就创造了一种新的哲学 那么这样一种哲学 他说这就是德国人 在政治经济学里面 他所能达到的这样一个 最高的成就 最高的成就 这可以看得出来呀 就是说 马克思是把政治经济学研究 作为一个哲学的研究对象 所以我们可以 我们在以后的学习当中可以看到 他在184年经济学手稿里面 在资本认里面 他是怎么利用这样一个政治经济学 来揭示人的本质和他的实现问题 来揭示社会历史的这样一个规律性问题的 规律性问题 这也是我们对马克思哲学的一种理解 这也是我们对马克思哲学的一种理解 我们对马克思哲学的一种理解 我们对马克思哲学的一种理解